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視頻裡面 我首先要向台灣的郭台銘先生表達我的欽佩之情 請大家不要誤解,不要會錯意,我並不是在拍他的馬屁 我並不認為作為一個人,郭台銘他有多高尚 有多偉大,有多麼令人欽佩,不是的 在這方面恰恰相反,我認為他是不夠合格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郭台銘現在是中國最大的代工廠的廠主 在中國做代工廠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那就是血漢工廠,奴隸制王國 他們把眾多的這些孤苦無一的這些農民工社會底層的南領工人 把他們關在工廠裡面進行奴隸制的管理,榨乾他們的血漢 那郭台銘就是這個血漢工廠裡面最大的一條吸血蟲 是奴隸制王國裡面最大的一個奴隸組 所以這方面他是不合格的 我也不是敬佩郭台銘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有多麼的厲害 郭台銘從今年4月份參加國民黨的總統初選開始 到現在退出國民黨總統,退出總統選舉 這也算是在台灣政壇走了一招 也算是一個政治人物了 但是做一個政治人物他是不合格的 那一方面有年齡的原因,年紀大了思維就比較緩慢 跟不上節奏,同時口齒也不清晰 更重要的是他過去對政治的關心、對政治的投入都很少 所以過去這五個月參加台灣總統初選 居然就沒有提出一個完整的政綱 所以作為政治人物他也是不合格的缺乏基本的數字 在這方面我也不欽佩他 那麼我欽佩他是哪一方面的能力才幹呢? 是他在商場上搏殺的這種能力、這種風格、這種氣度 那確實是氣吞萬里如虎 郭台銘過去有一個外號叫做陳吉思函 他確實在商場上他就像陳吉思函一樣 凶猛無比、見人殺人、見佛殺佛 他就是商場上的陳吉思函 所以在這方面他是令人欽佩的 但是我特別欽佩他的不僅僅是他在商場上搏殺的能力 這種能力很多人有,李嘉誠有、馬雲有、劉強東都有 這些人我欽佩不欽佩他們呢?並不是說特別欽佩 郭台銘比他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能力 這個人他不僅僅是可以用商業手段來贏得他自己的經濟利益 他更重要的是他膽大無比 他可以用政治手段甚至像台灣總統選舉這樣重大的政治事件 他都可以用來作為他商場上博弈的籌碼 所以說這個人在這方面相當的厲害,相當的令人欽佩 那我在一評快評的第一期裡面就講到了說 郭台銘在70歲高齡的時候又自己缺乏政客的基本素養的時候 他自己並不是不知道這些不利的條件 為什麼還要質疑的參選總統呢? 這就是因為他有一個另外的一個隱藏的目標 就是想他用參選台灣總統這件事情為自己贏得商業上的籌碼 現在是什麼在全世界什麼是最大的生意呢? 就是把資金從中國撤出來 郭台銘他的絕大部分的財富是在中國 他雖然是台灣首富,但是大部分的財富是在中國贏得的 那麼現在中國整個經濟形勢急轉直下 所有的人都想逃離中國,都想把資金撤出中國 現在最大的生意就是把資本、把資金撤出中國 但是撤出中國現在談何容易啊? 中國不是一個自由市場的經濟的地方 中國不是一個法治國家啊 不是說你每個人得到的財產都能夠自由的使用的 中共讓你撤你就能撤,中共不讓你撤 你哭天喊地都撤不出來 那現在普通的中國人,普通的中國的中產階級 中國的富豪,你連幾十萬幾百萬美金的資產 你都撤不出來,但是郭台銘他做到了 郭台銘前天宣布退選,宣布退出總統選舉 但是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的三天呢,也發生過一件事情 現在他退出選舉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 大家很多人感到很驚訝,說怎麼突然就退出選舉呢? 尤其是那些郭台銘的粉絲那些鐵粉,感覺到很驚訝很失望 但是大家沒有注意到還有一個消息 就是在他退選前的三天 他已經完成了一個重大的交易 就是他把廣州的那個面板廠,他把它出手了,兌現了 一共賣了有幾十億美金,具體的數字不清楚 他當年掛牌的時候,就是想出售的時候 叫價是88億美金 他在這個項目上面,廣州面板廠上面的總體的投資 是610億人民幣,88億美金那就是他所有投資 他要一分錢不少全部拿回來 最後成交是多少,我們還不清楚,今後一定會顯示出來 別人從中國拿幾十萬出來都很困難 他一下子就能拿幾十億,這是什麼樣的能力 這怎麼樣才能做到?這只有郭台銘能夠做得到 因為他參選了台灣總統,當他參加台灣國民黨的總統初選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手上就已經有了籌碼了 他如果是選舉成功了,初選成功成為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了 那個時候他就有了跟習近平、跟中共的這些統治者 跟他們談判的籌碼了 你不是不想讓我,不讓我把資本撤出中國嗎? 那現在我要參加台灣的總統選舉 而且我是代表你們所支持的那個國民黨那個統派的 那我要為了這個選舉成功 我就一定要把我的大部分的資產轉移出中國 轉移到台灣,這個時候台灣的老百姓才會投我 投了我的票,我當了總統了 才能夠更好的為你們服務,為達到你們的目標 那習近平面對著這樣的籌碼、這樣的底牌 他能不幹嗎?他一定要答應呢? 所以他如果是初選成功了 習近平必須得讓他把工廠、把他的資本撤出中國 撤到台灣,如果是他不成功 後來果然是沒有成功,初選失利了怎麼辦呢? 他這個人相當厲害的就在這一點 他馬上又找到了新的籌碼,他找到了王金平和柯文哲 看起來三方要合作,三方合作 那對國民黨來講那簡直是毀滅性的打擊 基本上國民黨肯定就沒戲了 甚至是對民進黨都有一點點威脅 大家不要惠錯意,中共體制內的有一部分人 他也是支持民進黨的,他希望民進黨當選的 這部分人是什麼人呢?就是那些跟習近平做對的人 反習派的人,如果是國民黨的韓國瑜當選了 這個習派他就在台灣問題上面再一次得分 用台灣問題來得分就滾固了他在黨內的地位 這是反習派最不願意看到的 所以說反習派是想方設法的 要讓韓國瑜要讓國民黨這個失利 要讓蔡英文要讓民進黨能夠成功 但是這部分人在共產黨內他不是主流 他是處在被壓制的狀態 所以郭台銘他通過找到柯文哲,找到王金平 他既威脅了國民黨也威脅了蔡英文 也威脅了民進黨 所以既威脅了習近平這一派的當權者 也威脅了黨內的那些被壓制的反習派 所以這兩部分人都有求於他了 所以即使是初選失利,他照樣有底牌 而且這個底牌跟以前相比值多不少 所以後來共產黨兩部分人都必須得跟他來進行交易 那麼最後在9月11號12號交易就成功了 他在廣州的面板廠就脫手了 到底是誰買,到底是誰接手,現在不清楚 到底接手了多少億美金也不清楚 肯定是一個龐大的數字 這是在中國今年可能發生的最大的一筆商業交易 就讓郭泰銘通過參加總統選舉這五個月的時間 這五個月打了醬油,在總統選舉上面打了醬油 但是在商業上面大油漲獲 這就是郭泰銘的能力,相當相當的令人佩服 那現在郭泰銘的這個資本還沒有完全 還沒有全部撤出中國 他不是中國最大的代工廠的廠主嗎? 那廣州的面板廠只是他的最大的一筆投資 是他的資本的一部分 還有一些富士康的還有在中國有一些地方 還有一些工廠,這些工廠郭泰銘想不想撤呢? 肯定也是想撤的,人哪有錢,錢多的 你放在中國那個地方最後就會爛掉 就會被人家侵吞掉 所以說郭泰銘現在他還要繼續的把資本撤出中國 他還要繼續的來跟中共的那些人進行博弈 那麼怎麼博弈呢?我相信他還有辦法 現在他不是雖然已經是退出 作為他這個交易的一部分 他已經退出了這個總統的選舉了 但是他還是有影響力的 他有哪一部分的影響力呢? 他在台灣的藍營裡面有一部分的影響力 比如說有一些藍營的人叫做知識男 叫做金英男,這部分人對韓國瑜是瞧不上眼的 認為韓國瑜這個人粗筆,韓國瑜的那些鐵粉 都是沒有文化的,年紀偏大的 有一些意識形態偏執狂的這麼一些人 知識男、金英男這些中青年的這些男人人 都是對韓國瑜不太感冒的 那還有一部分就是金濟男 這些人是注重台灣的經濟發展對意識形態上面 沒有什麼特別的執著的這部分人 他們是相信郭台銘的話的 郭台銘是台灣首富嘛,那搞經濟當然是有一套了 那還有一部分就是綠營的那些淺綠的中間派的人士 或者是白色人士 他跟柯文哲現在雖然兩個人都不參選了 但是他們之間的聯繫還是在隨時都有可能進行聯盟 隨時都有可能來影響台灣的選情 所以說他現在手上還有牌,今後這個牌怎麼打呢? 從現在看起來他現在主要的打擊的對象 還是在國民黨不斷的敲打國民黨 力度當然不大,但是還在敲打 為什麼要敲打他呢?你只有敲打他才能讓支持國民黨的那一部分 共產黨讓他們心驚肉跳 心驚肉跳了他才願意跟你做交易 你如果是被他們壓著了,被他們掌握的死死的 他們就會把你吃掉 哪怕你是郭泰銘,他也會想把你吃掉 所以說不斷的要敲打他們 告訴他們,你如果不跟我做交易 你們呢?我就來壞你們的事情 這個時候共產黨被逼就要和他做交易 共產黨他們在錢上面呢,並不是說特別的吝嗇 尤其是關係到國際關係問題,尤其是關係到台灣問題 他們是捨得花錢的,過去這幾十年 他們在台灣問題上面花的錢 那可以說是數以千億計 他們對台灣是念念不忘就是要統一台灣 因為統一了台灣,他們才能夠實現他們的所謂的復興夢 才能夠衝破第一島鏈,如果第一島鏈都衝不出去 你都被圍在裡面了,那你復興個鬼呀 你對美國任何威脅都沒有你的原子彈 你的氫彈你再厲害 你根本打不到美國的本土在中途就被攔截了 你復興個鬼呀,美國就可以隨時壓著你打 現在川普貿易戰不就是壓著他們打嗎? 就是因為他們衝不破第一島鏈,奪取了台灣 台灣衝破了第一島鏈,他們的原子彈、氫彈 就可以直接威脅到美國的本土 那個時候他們就有了和美國談判的籌碼 就有和美國叫板的籌碼 所以說這對他們來說,台灣對他們來說 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麼台灣到了現在這個情況 那台灣就對中共就更加重要了 因為中共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必須得進行巨大轉折的 不轉折不實現了 他們的復興夢不能夠稱霸 不能夠突破第一島鏈 他們幾乎就要滅亡了 現在內外交困,現在滅亡在即 這個時候他們尤其是注重台灣 這個時候他們尤其是不在乎花錢 要把台灣搞定 這個時候郭董手上就有這樣的牌 你可以影響台灣的這個選情 影響了台灣的選情 也就是影響中共未來統一台灣的這個步伐 所以中共還會繼續跟他做生意 那麼一旦生意做成了 跟郭董交易達成了,會有什麼跡象呢? 那就是郭董會突然轉向拼命的攻擊民進黨 攻擊蔡英文的選情 讓中共高興 這就是未來,未來郭董可能出現的兩個動作 如果是交易達不成這種可能性比較小 那麼郭董他就會繼續敲打國民黨 但是他不會往實力打,往實力打 但最後於是往破了嘛 他會繼續輕輕地敲打國民黨 一旦達成了,那民進黨就會遭到他的猛烈的攻擊 他就會攻擊民進黨蔡英文 根本沒有搞經濟的能力 最後號召所有的知識男、經濟男 都不要投民進黨,而要轉向投國民黨 而且也會號召那些中間派的人 那些白色的人,甚至是淺綠的人士來投國民黨 這就是他下一步經濟上、商場上博弈的一個重要的籌碼 讓我們拭目以待 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再見